各位老友記 我是Steven 現在在紐約 享受退休的生活 本來有點悶 但是最近 香港2012年選新特首 很多趣事 令我這個退休人士 從這個平靜的生活中 得到一些很大的樂趣 日日都看到 香港很多新的新聞 大家都不知道 是否故意找些東西出來說 選特首 本來是一件好事 香港有六百幾七百萬人 在幾百萬人之中 選到一個精英 現在的精英有很多 在我心目中的精英 唐唐也是精英 鎮英哥也是精英 俊仁卿 也就是精英 葉太太 范太太 都是精英 精英很多 我個個都這麼尊敬 但不要罵出這麼多笑話 讓我每天喝咖啡都覺得特別甜 現在香港只是選特首 不是選一個聖人 按照現在香港選特首的鬧劇 你又說我怎樣不好 我又說你怎樣不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根本是沒有人選 即是沒有這樣的人選 人是沒有緣人的 你要選一個無辱無求 六根清淨 那就選一個和尚 說了和尚 又要說師姑 那就選一個和尚出來做特首 或者選一個師姑出來做特首 修女都可以的 神父 牧師都可以 但要真正的神職人員 就不要說 扮教士那些也不好 所謂水太清則無如 按照我現在這樣看 無論任何一個人出來當選 你都會找到他的稅料 他過馬路 有沒有按照行人指示燈才過馬路 他有沒有丟截止 他遇到人 有沒有說對不起 撿到人的錢包 有沒有交回警署 很多很多很多這些事情 都可以說他是 誠信有問題 道德操守又不好 大哥 現在是 是不是因為選一個耶穌出來做特首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沒得選的 哪有這麼純品的人 這麼純品的人 他又不會出來選 他寧願是 引居 做居士 山高皇帝院 出日落 激樣兒歌 多開心 要不像現在的特首那樣 一身矮 吃飯又一身矮 坐別人的豪華遊艇 又一身矮 租別人的地方 用作退休用 又一身矮 十幾年前的決策 現在挖出來 又一身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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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對不對呢 是不對 說法律就不對 但你知不知 現在香港這麼多人 包括香港市民 香港記者 有些傳媒人 報館的人 嘻嘻 熊熊地在這裡 罵這些 道德操守 可能罵那些人 他家裡也有潛建 他自己也有 道德操守不好的事 罵人那些 他自己是不是聖人 可能他自己 慢慢去嫖妓 去賭場 去澳門 玩幾首 自己的行為 比別人差 一百幾十萬倍 但是 一拿起相機 就 哇 周圍去拍 記者 我本來是很尊敬的 尤其是那些戰地記者 就是為了世界和平 而去攝影一些圖片 令到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戰爭是不好 這些記者我很尊敬 但是有些記者 哇 拿著相機 在家裡 有沒有穿衣 人家在家裡 有沒有穿衣 關你什麼事 他沒有穿衣 就不對 因為人家在自己的家 你拿著相機 在外面拍他 你是不是更加不對 越出名的人 就越是 就是 被攻擊的焦點 香港選特首 不是選聖人 你真的要選一個耶穌出來做特首嗎 那需要不需要選 釋迦牟尼出來做特首 就是 道德操守 品行 誠信 是很重要的 但是不是這樣 哇 你踩我我踩你 搞到滿城風雨 任何人要站出來 想競選特首 都會被人挖黑材料 表現到人性醜陋的一面 我現在 在美國紐約 很留意香港的動態 我喝杯咖啡已經很開心 那我現在 又沒有 曾特首那種煩惱 又沒有 堂堂要 填補 他地下室的煩惱 亦都沒有 鎮英哥西九的 那些事件的煩惱 我現在 就是很開心 但是我都想香港好 請大家記住 選特首 不是選聖人 我敬大家 喝杯咖啡 咖啡來的 不是紅酒